欧納民那時候真的話罪也很重 尤其他這個在股市的時候 本來那時候還什麼王子復仇記 大家還覺得一夜佳話 就到後面荒腔走板 其實又急著說 我那時候也是 剛剛您換我提 其實在2015年3月那時候 我第一次聽到 他在家中的三溫暖促世 哇當下其實心裡 有一點點百感交集 我覺得他的人生 傳奇人生很像 就是大喜三溫暖 因為他1980年代 他王子復仇記之後 開始迎來他人生最重要風光十年 從1980到1990 這十年非常的秧 你知道他厲害到 當時所謂話罪一件當 你知道有一段時間 好比人家講像是劉太英太公 這麼的厲害 所以他那時候操縱了股市的 那個厲害的那個點 他當時我們就覺得說 你知道他常講 剛才您換我講 最重要是用鈔票 鈔票他綁兩樣東西 第一個綁股市裡面的那些座手 他就是當幕後的像雷伯龍 當時有四大天王對不對 他就是雷伯龍背後的幕後金主 他底下養了好幾個座手 雷伯龍之外 還也養了亞聚成幾位 每一天晚上都在他自己的那個豪華打廳裡面 大家都弄都在會訊息 跟調錢調資金 就是透過國華人手 然後其實另外一個部分 養立委 在政壇裡面 養立委 養立委 他當時就是透過鈔票來搞 你知道他當時最風光的那個年代 你知道養了多少立委嗎 養了一大群 據說大概有20到30幾位 你看在立法院裡面變成幾乎是華龍幫啊 好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化罪也給人打 因為法令方面立法官員可以使得上力 對 所以你知道 其實我後來覺得 哎 不是只有鈔票 你知道嗎 其實是股票 好 我跟你講 股票會讓他的鈔票加倍槓桿的放大 你知道後來他的那個華了華 國華人壽啊 當時非常有趣 那一年1990年 股市在台股 一炒到12682 那一次非常瘋狂 非常瘋狂的 最近你的那個年代啊 人家當年國泰人壽 人家上市公司 股票給你炒到大概一千九百七十五 哎 你知道他的國華人壽沒有上市哦 小股本哦 給你炒到多少 一千八百塊 哇 未上市哦 給你股票給你炒到 炒到一千八百塊 左手賣右手 然後用那個調度那些雷伯龍那四大 趕快在那邊搞 所以我覺得股票 瘋狂的讓他放大 所以你知道他當時 在這個情況下 我常常覺得 你知道後來我們就聽一個朋友就講 包括阿托伯 你知道那個股市有個阿托伯 那個 我們就聽了阿托伯聊過 因為阿托伯去過他家 去過他當時的豪宅 是最機密的豪宅 他說他連他們家的那個水龍頭啊 全部都是鍍金的 不只是那時候那個誰 黃任宗家裡馬桶是鍍金 他家全部 這個燈這個什麼 葡萄美酒夜光杯啊 那每天晚上 哇一堆的那個美女通通都聚集 所以你知道 當他在這股市最瘋狂的那個年代 就是他左手賣右手 然後操縱很多的左手跟他配合 他背後當金主 據說那有個階段 每天晚上哦 都在他自己的那個豪宅裡面 大家在那邊分 然後你知道 據說我們當場現場的人 他在他那個大的那個餐廳 那個那個交易廳 他的那個那個 叫做招待所 招待所 有他平台對不對 每天晚上有幾組人 你知道哪幾組人 股市的作手要跟他調錢嗎 那還有大戶 那還有什麼 還有立委 啊立委 立委,全部晚上都匯集 在他那邊 準備幹嘛 還有美女 那那個美女 哎呦一大堆明星啦 小模啦 一大堆七七的 你知道他們這些人 圍著翁大明要幹嘛 你卻只是為了嗜候 他這個不是 那時候他們很多啊 據說那個晚上 那個招待所 晚上啊 常常很多人調度 那個資金的時候 把一塔一塔的錢 新台幣哦 現鈔哦 全部都堆在那個大桌上 然後你知道有一次翁大明被逼急了 他那個個性也是呼爆 就很容易猛爆的 他不是一個理性的CEO 他是一個非常感情 一發作起來 你知道聽說那一次 這跌了一堆人 大家在那邊這個畫個打 誰想要討論事情該怎麼辦的時候 你知道翁大明起起來 你知道他把桌上一塔一塔堆了 一大堆的現鈔 直接從桌上 因為非常的多 他就把那個現鈔直接拿起來 砸那一堆的立委 砸他們的臉砸他們的頭 拿來砸那些美女 然後拿錢砸死你 砸那些女生 然後那個女生 據說他瘋狂的哇哇叫 滿地你知道在砸的時候 滿地的人沒有人喊痛 拼命在地上撿錢 即便砸在臉上 我照樣還是去搶那個錢 他就說你要對不對 我通通都給你 我通通 據說那一場非常的瘋狂 所以我們常常覺得說 是不是錢能夠讓人瘋狂 結果你知道你只是為了鈔票嗎 錯了 其實那一群美女 那一群立委他幹嘛 為什麼圍著翁大明 他說他明天爆股票名牌 這個才是重點 那個才是槓桿大的 對 所以你知道後來他另外一個瘋狂的事情 就是說他短短 剛剛年況講在短短的十幾天之內 你知道為什麼選上立委 因為他當時已經要被查了 他的這個洪福的那個那個證券委員叫哥 然後一堆雜事被查了 他不得不去選立委 就你知道他也創下一個世紀啊 短短十幾天 你知道他怎麼選上立委 他才宣布要選十幾天都選上 好你知道他的能耐 這個人真的是聰明 我跟你講我也是少見這麼聰明的一個人 他當時的做法是什麼 我用政治賭盤 那這個方式 當下當時沒有一個人認為 你十幾天馬上要開票 你想選立委 不可能 就你知道他的 他就開一個史無前例的那個政治賭盤 後來很多人就開始模仿 他的方式你知道是怎麼做 就是你賭一千塊 你賭我翁大明我會中 那到時候我中選了 我一萬塊還給你 你知道嗎 十倍以上的槓桿 誰要不要 就是用鈔票砸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 當時做了一個非常惡劣的一個示範 但後來這個情況 他到了1990年之後 這個風 這個怎麼講 整個風光不在 你知道就是他現在這個場景 你知道他當時出來的時候 我沒有好幾個人 你看哦 就是那個情況 很多人在圍著見他 你知道他胡子也剃掉了 回去 你覺得他很落魄嗎 你覺得那些美女 他們不在嗎 其實還是驕傲的哦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他非常的風光 他即便我跟你講 還到風光的程度 他超一樣很風光 他進你的車是什麼 他每天一樣坐他的勞斯萊斯 一樣去坐他的兵士 我跟你講 每天晚上照樣呼朋一半叼的煙 直接還在他裡面 我跟你講 他常常把那個Motel 把開轟趴照樣玩 所以我們當時覺得很奇妙 這個這個你怎麼可以 難怪華龍員工 咽不下這口氣 我們常會覺得 哎他有他的說法 你知道叫一代枭雄 不是叫假的 他當時就有講 他說我們就問過 哎呀這個人很奇特 他當下怎麼想實話實說 所以他當時我們就問過說 哎你會覺得你這樣子 你二十幾歲 你可以這個這個 亡死復仇 四十二歲當立委 結果你六十歲 郎當入獄 他說你會覺得你很慘 哎他說不會啊 他說 他還是不會 我跟你講他很奇妙的哲學 你知道叫蕭恩不是叫假 他說我的一生啊 他覺得 哎 我跟你講 我他那時候 跟我們一群人在那邊說 他說他覺得他人生很滿足 好 那個三十七歲之前 他就已經從台股 把所有他這輩子該賺的錢 全部賺完了 然後人生就像賭場 你在那個裡面 本來就有輸有贏啊 他直到目前為止 哎 賭的那個結果 他覺得他勝算還蠻高 你看他的思維邏輯 跟我們一般人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他到底是瘋狂了 還是怎麼回事 你不知道 所以當時他就講 他即便當時後來身體 有時候是家庭教育出問題 我跟你講應該是很有可能 而且我後來才知道 你知道他那個 後來我們才了解一個重要的美港 你知道他是屬於今朝有酒 今朝醉 他當時有講過 他覺得他人生這樣頗滿足啊 即便入獄 哎 原本判二十年 你知道他關多少就出來了 關十四個月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照樣玩民謀 照樣開香檳 照樣玩美酒 照樣住豪宅